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朗 演播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小杨 大家好 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是人之常情 开业庆典 结婚生子 这都是高兴事 得庆祝 还有乔迁之席 得了锅底 这都正常 可是我就发现有的地方 连猪下子也得庆祝 等着收红包呢 家里添个大件也要庆祝 多大算大 手电筒啊 汽车算不算大 那我那八手下力 哎呀算了吧 下面这位大哥实力挺强 咔嚓入手一台豪车 庆祝 放鞭 让别人都沾沾喜气 喜气没云出去 这火苗子倒是跟他沾上了 滚滚滚 好家伙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咋还放起鞭了 提前庆祝 即将到来的是一小长假 啥呀 这不刚买了台新车吗 接个高兴 必须放鞭炮 庆祝一下 哪成想 所以这鞭炮声越来越大 烟也越来越大 大事不好 鞭炮的火星 窜到附近的树上 把树引燃了 幸亏我跑得快 迅速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了 你的新车是没事 可火势逐渐变大 燃烧掉落的树枝 把停在旁边的那台车引燃了 幸好周边群众帮忙灭火 消防员赶到后 将火彻底扑灭 自己买了新车还不够 得给邻居也买辆新车 一块高兴高兴啊 鞭炮一响 黄金万两 不思量 自难忘 崩伤手眼医院上 哪成想 没受伤 误燃汽车要赔偿 这下乐极生悲了吧 骑毛驴乐颠馅了 换个话题 小杨啊 你上班辛苦一天 回家最想干的事是啥 手机一拿 各沙发上一躺 WiFi一连着 我舒坦一会 跟你比 家住沈阳市铁锡区 凯荣国际花园 喜乐都小区的周大哥 就没这心情了 周大哥是咱们的热线会员 自打扫码成为会员之后 就一直在反映一个情况 说自己都不敢回家了 但是每天我进车 那心里都涂涂了 我都不敢拿手去摸这个墙 时时刻刻都有掉了这个一下 我现在来到了 沈阳市铁锡区 凯荣国际花园喜乐都小区 大家看我身后啊 两排的这个树 包括我右边的这些小草啊 什么的 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环境相当可以 你就说就这环境 平常办后出来散个步 那多舒服呀 可是咱们热线会员周大哥 却跟咱们说呀 你甭提出门溜达了 你光出个门那心都秃脱 我17号楼顶楼 那个女儿墙已经要倒了 你看嘛 现在就是引走啥都危险 你看它现在都往外脏了 没法修了 因为啥 它是根本不是说表面那些东西 你看这个你能看到的地方 包括这个下边 它已经都反潮 也发霉了 然后也掉皮了 包括这里也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然后上边明显应该是漏罩虫的 然后包括这儿 这后边也是 这个都是这样的 这根本就没法住 而且我弄完之后 反我服务就又出现在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根源问题没有解决 得需要他们来把根源问题解决掉 把根源问题是什么 女儿墙的问题 热线记者注意到 周大哥住的这个小区 是凯荣国庆花园的二期 2012年交付使用 一共21栋楼 其中18层的高层13栋 6层的多层楼8栋 出现问题的都是多层楼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墙体外倾斜最严重的 18号楼的楼下 那么在我身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物业已经在这个 18号楼的楼下 拉起了警戒线 上面有警戒牌 大家再顺着我的手往上看 这个楼顶的墙面 已经明显的向外倾斜突出 这块呢 因为不是小区 人民主要的过路口 可以拉上 不影响大伙生活 像那些主道口呢 其他部位的是没法去 如果说把它拉紧 先不让走的话 老明天连家都回不了了 楼下看着楼顶上的 女儿墙都有明显的 外借现象 楼上看会是个什么造型呢 业主带着热信记者 爬上了这个小区 18号楼的楼顶 那我现在呢 也是用了一个 笔直的一个这个木棍 然后来笔在这个 倾斜的这个墙面的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倾斜的角度 已经是有十多度之多了 而且由于墙体外倾斜 导致了它 跟墙体所连的这个烟囱 已经完全的倾斜了 大家再跟随我来到这边 看我这钢面 嗯 这粉红土一碰就掉了 这已经都裂了 好了大哥 不要再弄了 其实我到现场啊 也是可以感受到 现在已经是到了 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了 刻不容缓的一个地步了 包括我在现场啊 我都不敢拿手去摸这个墙 我就怕自己 这稍微一大 墙直接就能够倒下去了 你说24小时 基本上屡屡屡屡都有人 时时刻刻都得 有掉了这个危险 时刻还有人的行动 眼见为时 这一比照 确实倾斜的挺多呀 大伙都知道 这个女儿墙的设计功能 还是挺大的 除了防护安全之外 对于顶楼的防水等等 也有一定的作用 可是如今出现了 这样的危险情况 业主们的想法 就是赶紧修 楼下都拉警戒线了 这楼上是不是就开始修了 你想多了 这警戒线是物业拉的 但是这活该谁干 还没扯清楚呢 物业是这么说的 他们只是负责园区的维护 但房体的一个质量问题 是由开发来负责 他们可以帮着去沟通 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 一个9月份提交他那 他那边也帮沟通来的 但是他沟通效率不高 沟通上已经是在 2021年的3月份了 半年过去了 好歹算是通过物业 跟开发商商沟通上了 他们让小李多提供些资料 他让我给他拍照片 然后拍完照片之后 他要用准备了一个把照片 包括里外对应的一个情况 做了一个PPT 也给到他了 给到他之后 然后4月份的时候 他给我了一个 小李给热线记者 看了一份落款式 凯荣之夜 沈阳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9号的 一份书面说明 上面清楚地写着 按照现行标准规定 女儿墙不属于主体结构 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维修基金启动工作 鉴于18号楼 情况比较复杂 女儿墙倾斜角度过大 为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公司同意 对18号楼女儿墙问题 进行特事特办 先行垫付18号楼 女儿墙维修款 批完了批完了 前天我们公司 把手续部 已经全部理清完事了 这已经通知 物业那边的维修公司了 一方面是需要我们这边 去启动维修基金 然后由物业那边进行配合 然后它那边进行维修 不管维修基金下来没下来 它那边会进行一个垫付的 甭灌杂解决 不管谁出钱 对于业主来说 只要能消除隐患 修好就成了 可从4月份 接到这份说明 到今天5个月过去了 业主们发现 这活到现在 一点动静都没有 9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就到时候去问他们 又不会修了 然后就让我们又去 找一个什么官方的一个鉴定 说这个女儿墙是不是属于一个主体结构怎么样 现在开发商这种不履行承诺的东西 我们非常不理解 就是说到哪儿觉得应该有说理的地方 也不是我们无理取闹 而是说这个问题确实实实实存在 这怎么答应得好好的 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明明已经看到了希望的业主 在等待了5个月之后 希望破灭了 开发商不垫钱 那就启动维修基金呗 到底这次维修的问题卡在哪了 为啥之前答应好的事又出现了岔头呢 这样的安全隐患 啥时候能拆除啊 必须有人回答10万个为什么 有请小区的物业 辽宁中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可是面对业主们的质疑 唐经理的答复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咱们那次面谈嘛 然后当时谈的一个结果是说 我们我们业主来申请维修基金 对吧 然后物业这边帮跑手续 然后开发这边 不管维修基金下不下来 9月份一定是给修的 当时你们是这么一个结论 对吧 你说这个基本上都是 都说你说的这个确实 这个这个这个共 就是这个中间这些都有 你说的都是 然后因为之前我不说 刚才我不说了嘛 开发商他报总部的修 但是后来他为啥不修了 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是 他们肯定找到相关的文件了 所以说所以这个具体的 你还得问开发商为啥没修 因为房子不会开发商修嘛 既然是这样 凯荣置业沈阳有限公司 为啥当初说的事没落实呢 中间差啥了 当时我承诺的是电池进行维修 然后这个前提的话就是观修这48号楼 现在情况不是发生变化了吗 不管是18号楼对问题嘛 因为现在如果说我还按照我这个承诺 18号楼先电池去维修的话 那17号楼大哥这门也会找我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说了这个东西 如果说真正拿这个说事的话 那就只能是走电话一条途径 我们承诺的就是先电池维修 而强的问题到底是不是我们开发商的责任 如果是开发商的责任的话 开发商一不忠实去维修 针对这样的问题 热线记者电话咨询了 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商提出那个想法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当初这个房子这个交付的时候 咱们已经验收质量验收过了 对不 如果要是在质保期内 但是手工大位必须在维修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不质保期内 对 也能提供维修基金 随后 之前记者电话咨询了 沈阳市铁锡区房产局 咨询了关于启动维修基金 维修的相关问题 防水累的都是五年 你要想修的话 可以启动没有自己修 现在有简化流程吗 对 民法典上规定了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然后过半数同意就可以 这个是由物业牵头还是 需要物业配合出什么样的手续 报给哪个部门 比如报给小区办或者报给社区 我们都会简厉配合 看来这事就得启动维修基金了 但是小区的业主还反映一个问题 说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到期了 处于换届阶段 这事咱们也咨询了相关部门 安全是头等大事 如果业委会不能履行职责的话 按照相关规定 属地社区应该代为履行 抓紧吧 这要是掉下来一个谁都麻烦 只要想做 办法总比困难多 眼下凯荣国际花园喜乐都小区的问题 已经很明显了 希望属地的相关部门抓紧时间沟通 最好能现场办公 弄清楚责任主体 排除隐患 抓紧维修 这事的具体情况 咱们还会持续关注 各位家人 今天节目千万别走开 下一段节目 由咱们大海热线会员福利 抢红包拼手气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笔 数全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立马就能得到 心灵整形 但粉线线红包 最高额的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抄红包 每天加入消费维权 买入服务 热线福利购 9块9百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照去 记住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着好 日子潇洒 没担闹 赶紧扫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说网传球就用这招 一个手势真薄 快看看专家咋说的 结账遇回首 拆穿便要走 眼神不好的 还真难发现 热线家人红包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热线老铁 快点啊 完成作业要起飞 啪哒一声心心碎 这是啥呀 送个外卖浴火情 立马变身热心肠 谁这么给力 老牛可真牛 以前啊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打球也突出 买菜做饭带孙子 痒痒突出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哎 书肩健腰丸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肩健腰丸 书肩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中国人治病养生 离不开一个补字 病则虚值 虚则补之 如果肺虚弱了 天一变就咳 动一动就喘 善待肺从补肺开始 今天气短喘咳 补补肺 干咳 痰棉 补补肺 肺气不足 补补肺 花开四季 春夏秋冬 今天善待肺 明天肺也会善待你 补肺丸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一花和一草 鼻炎又犯了 鼻炎要讲一花一草 什么花 一只黄花 什么草 鹅不食草 被笔牌笔名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 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直喷并造 主治疾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 一花一草 中药物化 治鼻炎 被笔牌笔名喷雾剂 和一终明天肺如果就aa 把让人踏向 留 sau 去 欢迎回来 老 grain陪您接着了 说火擎猛于虎 警笛就是命令 每当火灾发生的时候 警铃响起 无论消防员是在吃饭 还是在洗脸 都立马穿起装备奔赴火炸 拼的就是速度 咬的就是反应 9月28号在釜顺 一场火警救援 却被堵在了路上 我看看谁不让路呢 还真不是不让 是堵的车太多 就在这急人的时刻 釜顺的卢大哥出手了 我就听那个消货车想 想我一位咱们送外卖吧 就是阳光流露 人家瞅个眼睛是 弯个大呗呗 看眼往那西边看 这边看我看 别是碗高峰嘛 别是小载 老板前消货车 没动他 我先找明明 我瞅一会儿 回头我一看 在咱们两个江东港 之间呢 有一台公交车和私下车 造势了 完整出车横过来了 九州一排到 完整玉对嘛 瘦的缓慢 消货车二叫 因为我当过新王兵 我知道初中散台车 那相当于这火情 相当于严重 你知道吧 那三点 完我又停泊车 我就过去了 过去我一看 堵死死的 前面那个交警 那个之前交警 在处理事务现场 把车从旁边了 完之后 我就跑到对面马路 完整过去的 位置说放那个 跑旁边的时候 我跟前面公交车 还有车车 私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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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是我 前我的那个救火 完那个 这个是那个 前面有造势的 一会儿 一会儿 绿灯亮之后 你们尽量快车 往两条 乘四十五度 一样 按下 大会给相当车 先晾出来 我跟相当车 沟通我高的前面 有个招式的 毕业住了 他稍微晃吧 你看能药了 说要不了车 已经过来 要不了了 要不了之后 我这么点 我在前面 帮你开道 你在后边跟着我 我就往前面跑 完之后 又挨个车 告诉我 到我前面 慢慢往前移 到预定量 之后 车走得缓慢 所有车都曾 请配合我 卢大哥这有样 请受小弟一拜 啥叫好汉 这就是 这个时候 除了需要挺身 而出的精神 还得需要 自身的组织能力 听大哥说 之前也是一个 当兵出身的 真就不一样 必须给你竖个大拇指 咱们必须 去向你学习 前天的节目当中 咱们报道了 热线会员小吴的遭遇 脸都卡脱鲁皮了 嘴里还缝了五针 问取原因 竟是走路被暗算了 下水井没盖 那多坑人呢 这出事的地点 就在沈阳市浑南区 马送公路上 热线记者 现场调查的时候发现 张嘴的下水井 可不止一口啊 小吴一出事 咱们一报道 有眉目了 这位置留的疤 然后之后 这个位置也有 然后之后 最主要是嘴里面 我现在缝了五针 就说话 总是留 躺下蜡子 腿叫马里的小吴 9月22号晚上5点多钟 骑自行车 走到马送公路上的时候 出事了 然后当时应该是前轮 掉这个井盖里面了 然后之后 我飞出去之后 流的些血嘛 所以说这还有血质的 当时摔得也比较疼 根本不太清楚 到底是摔到哪里 怎么样了 嘴是砍在哪里 也不太清楚了 当时要是 9月27号 之前记者在事发现场 采访的时候发现 路边没有井壁子的情况 不止半岛小屋这一处 近500米的距离 就有十多处没有井壁子 节目播出时 关于这条路的全属问题 还在调查中 节目播出之后 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 派出了相关施工队 来现场进行施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沈阳市湖南区的 马村公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 此刻在我身后 正有着工人们 在紧张的忙碌着 目前咱们就是 对这条线的 丢失的井盖 进行及时更换 消除安全运混 然后现在主要是 井盖已经堵死了 咱们进行清淘 然后更换这种新型的材质 为了防止井盖再次丢失 这次相关的维修部门 换了这种新的井盖 是属于这种防盗的井盖 大家可以看到 在井盖的尾巴处 这块是有一些防盗功能的 它这种材质 承重是60吨的 双盗防锁 还有一层厘清漆 这个是属于防锈的 咱们现在的工程是12公里 是从9月28号开始施工的 预计三天之后施工完毕 经过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浑南分局工作人员的确认 这条路的交接过程中 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才把井壁子的事给耽误了 眼下已经交接完毕 马送公路的维护工作 由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浑南分局管理 除了给这条道路 铺设新的井盖外 相关工作人员还主动联系了小吴 商量了赔偿问题 节目播出后 相关部门有联系到我 然后之后我们有协调 我赔偿的问题 我们再进一步沟通 然后在这里也感谢大热线 真心办老百姓办实事 然后之后速度非常地快 非常感谢 在这儿呢 咱也想提醒电池机前的各位老铁 如果您在马路上看到有人正在盗窃井盖 或者破坏井盖 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 在这儿呢 咱也想提醒那些对井盖有着非分之想的人 可能你觉得拿一个井盖是小事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 您已经触犯了法律 破坏公共设施 危害公众安全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井盖 给你的人生留下污点 其实小杨最后这个提醒很有必要 趁早就别打那井盖的主意 你们盯上这玩意换几个小钱 真被按住黑手了 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我跟你说那事就大了 接着了 家有儿女的一般都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不写作业母词子孝 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乌儿喊叫连骂带交 所以说陪孩子写作业 是家长最头疼的事 不过下面这家就属于特例 孩子是好孩子 放学乖乖的作院里边 就开始写作业 但是万万没想到 眼瞅作业完成了 却差了点运气 萌娃积极崩溃 哗哗就是流泪 生死力竭挺拼 谁惹孩子伤心 作业一小时崩溃一念间 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刚完成的作业 感情萌娃在院子里刚写完作业 还没等妈妈检查完 就有鸟屎 冒在了作业本上 我太难了 刚写完的作业被鸟给糟蹋了 萌娃瞬间抑制不住情绪 崩溃打哭 这鸟也太没礼貌了 怎么可以欺负小朋友呢 对不起 实在披不住了 再说了 鸟儿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只不过是想让你 广告知识点罢了 不过这孩子 哭归哭 你别嘴张着 愁上哭呀 危险 那这个你卸贼人嘛 这玩意儿 叫他把他掀探了呀 然后是你要吃 裸大饭门了 他吃起来了 然后又给他没得好吃了 这样子就哭了 最后又去你吃了嘛 第二倍呀 你看这个孩子委屈的呀 我估计这孩子呀 之前是没少鸟鸟蛋吧 三叔跟你讲 思路一变天地宽 这种经历绝对是小概率的事件 别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感受 别哭 你等下次写作文 难忘的一天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有素材了 流着眼泪化成墨水 笔下生花 定能把老师和同学震咯 接下来咱们开门见喜 各位老铁都把手机准备好 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成为大海热线会员 红包抢不停 开门见喜扫码有理 说给大伙发红包 那咱们就来点真得的 现在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就扫这个码 县林整形轻轻赞助的现金红包 马上到账 如果显示前方拥堵 那就让红包废会 扫码有理 马上有钱 工作人员将我们的重奖率调高一档 让所有知识咱们的老铁 边看节目边赚钱 跟着红包哥扫码欢乐多 要是你想更乐呵 八八红包安排妥 加入大海这些会员 咱们就是一家人 不仅可以抢红包秒到账 而且以后新闻到量 法律咨询 消费维权 政策服务 随时可以为我 随手拍下身边的新闻 一经采纳 奖励送上 还有还有 每周热线福利购 九块九 买所有 大伙可都盯紧了 第一波会员专属福利 限量秒杀 别说我没告诉你 重要的事咱们再说一遍 特别感谢沈阳姓林整形 外科医院 姓林整形 谁整谁形 要想明天言入狱 还不快到姓林去 分享给亲朋好友 还能天天抢红包 点击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右侧的转发继续抢按钮 长海报分享给亲朋好友 等对方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您就可以增加抢红包机会 好友加得多 如果红包领不停 赶紧告诉你周围的朋友 微信搜索大海热线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抢红包 参与不停 红包不断 大海热线的家人们 还有谁没有扫码领红包呢 今天晚上咱们的红包讲池 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着您扫码瓜分红包了 扫码抢红包 看谁运气好 全省家人瞄准下方二维码 扫他扫他 把福利带回家 扫码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号 看到左下方 抢红包那仨字 点进去 然后点击 拼手气抢红包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红包立马到账 现在首次扫码的 我保证你都中奖 抢红包还不够 每周热线福利够 9块9买所有 家人嘛 这轮没抢着的都别着急 您就守住咱节目 下一段不光中奖率调高 所有会员还能参与抽奖 赢得咱们为会员们精心准备的黄花梨筷子 十双 说网传求救用这招 一个手势真宝靠 快来看看专家咋说的 结账欲回首 拆穿便要走 眼神不好的 还真难发现 皮筋QQ又弹弹 宝宝玩法挺大胆 啪击 随理经线真哥们 随钱都是一捆捆 这咋还一水绿呢 做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生 大脏起 跑上一公里 书筋剑腰真有活力 脚花六弯打太极 脉开腿腰挺起 想过的年纪啊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腰肩盘突出是个问题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用输筋剑腰丸 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强筋骨还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中国人治病养生 离不开一个补字 病则虚之 虚则补之 如果肺虚弱了 天一变就咳 动一动就喘 善待肺 从补肺开始 今天气短 喘咳 补补肺 肝咳 痰棉 补补肺 肺气不足 补补肺 花开四季 春夏秋冬 今天善待肺 明天肺也会善待你 补肺完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一花 何一草 看起 看起 敌眼又犯了 敌眼 要讲一花 一草 什么花 一枝黄花 什么草 蛾不识草 被笔牌 笔明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 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 直喷并造 主治疾 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 一花一草 中药物化治鼻炎 被笔牌 笔明喷雾剂 来 解释了 绝对 最后 一放水 后一会儿 再来 庇护 你 要去 闭嘴 你 哪里 没过几年呢 这已经收到了八张婚礼请帖 这说明啥 说明你人气挺旺啊 这一个月工资都不够 别谈钱啊 谈钱它伤感情 兄弟情你得珍惜 这一大波水里 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 放平心态 毕竟你送出去的不只是一份红包 更是一份祝福 还有可能是你兄弟婚后的主要经济来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我哥们儿结婚的好日子 参加婚礼真热闹 随理环节少不了 一掏掏出好几魂 啪啪扔住了 真哥们 别人随理是按张随 咱这交情必须按捆碎 咋不是红票子呢 稍让大爷一脸懵 还没掏完挺震惊 小伙子 你这是想让咱加班 还记啥呀 收的一块钱都是咱掏的 口袋里仿佛有掏不完的钱 一千硬是随出了十万的感觉 兄弟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当时朋友结婚 我提前跟他做好了 我做换一块的 一共是十块 一块是一百 一共是一千元 结果一块的换的比较少了 当时人看着 我现在是爬 真的乐 痛多了一下这个气氛 但是给我兄弟的十方钱 随理的钱老婆管的嘛 一块的大家也不管了呀 提前打好招呼了 然后帐房那边也没数 这兄弟好啊 零花钱都得备好了 我跟你说 这才是真兄弟 知道婚后整片倒不了手 还得是一块钱保险呢 左手美人是爱情 右手兄弟真暖心 这新郎简直就是人生大赢家 这大哥是过来人的 有经验 小杨 这招哈 我准备给你留着 将来你结婚的时候 我随理出手就是一兜子 你敢这么干 那我就翻脸 那不知好歹这玩意 接着说 咱们说说蜂蜜 好处多了去了 我估计大伙都比我知道得多 甚至有人是开春入秋的时候 天天都整点 它润燥 就怕吃到的不是正宗纯天然的 这个好办呢 靠谱的北方海购 已经为大伙找到了 源自长白山大山深处的好蜜 断树白蜜 不过这个东西要想选好 还真不容易 断树蜜是东北特有的蜜种 在低温下容易结晶 呈现乳白色 如果你在冬天低温的情况下 买到断树蜜 依然是液体状态 不是结晶状态 你就要考虑到真假问题了 总话说 好蜜源自天然 好树藏在深山 长白山野生断树的花期 在七月末八月初 成功避开了其他杂花的盛开期 所以纯正的断树蜜很容易结晶 这一点就很容易分辨 这断树蜜结晶之后呢 是细腻结白的油脂状 说实话 有点像我姥姥自己在家练的猪大油 不过区别就是啊 这断树蜜更加有光泽 而且呢 看起来有点晶莹剔透的 如果您买的断树蜜 不是这种结白或者乳黄色的 那您就得小心了 很可能是被掺进了胡椒 除此之外 自然结晶的断树蜜 结晶体有粗有细 不均匀 您还可以尝试用手去压一压 如果结晶是松软的 那就对了 除了眼看手压之外 最后一招就是最长了 嗯好吃 这口感真的很棒 正经的断树蜜 口感是比较顺滑 粘稠的 怎么形容呢 就像喝茅台和普洱茶一样 不用怎么咽 羊头一口就下肚 细品还有一股淡淡的 断树花的香气 不过如果是假的蜂蜜 可就不是这口感了 不仅甜的厚嗓子 没有花香 甜味也一会儿就散尽了 源自长白山的断树白蜜 因为耗结晶的特点 在众多蜂蜜产品中 不光是便是肚子一拉高 营养也是相当丰富 尤其勤劳的东北黑风 一忙活开 这断树蜜 蜂黄浆蛋白质含量高 黄浆酸含量 一般在1.8以上 绝对的 好吃有营养 咋吃咋健康 我们拿出了5000斤的断树蜜 以普通的价格做销售 不求赚钱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 或老百姓 吃到我们东北的断树蜜 如果你发现我的蜂蜜 有一瓶是假的 我以10倍的价格赔偿给您 这么好的东西 我都动心了 那不动心才怪呢 这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的蜜源 远离城市和工业区 没有任何污染 再加上这里的黑风体力好 可以采集到海拔2000米污染的鲜花分泌液 矿物质 有基酸 蛋白质 维生素和酶 那营养相当丰富的 这种纯自然形成的断树白蜜 蜜度浓稠 而且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吃起来不是特别甜 甚至挖一勺 直接放嘴里边 也都能接受 不会感觉吼得慌 而且还有一点淡淡的花香 秋季养生正当时 不想错过这口的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转号 点击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养生又美味的断树白蜜 正在惠民秒杀中 每瓶一斤装 两瓶还不到60块钱 四瓶更优惠 大伙千万别错过 小杨啊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吧 就想开了一间小卖铺 既有这个吃不完的冰棍 一份小零食还能坐在门口收钱 哪叫一个美滋滋滋啊 打住 打住 你这个爱吃的特性 还真是从小就没变过是吧 不过你要是坐门口收钱 估计你遇见下边这样的顾客 那你就得蒙圈 前两天 小秋在工作中遇到一位顾客 这结账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要还是不要 给还是不给 这一番操作让小秋起了疑心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 也不是很确定 再拿来验超级 再准备来给他验的时候 他就抢钱了 你怎么抢钱呢 我没有抢你的 你没抢 你怎么抢钱啊 抢了票时我就把那个100%撕掉了 他就走了 然后立马就抢了 这手法你不当魔术师都可惜了 这就是小秋眼神好 心思细才没被蒙混过去 反正像我这样的事 眼神不太好的 那小动作我指定是看不出来 这事也是给大伙提个请 平时接手的现金 一定得多查多验 避免受骗 节目看得挺热闹 这轮红包又来到 家人们 手机扫码加会员 现金红包可提现 一次机会不过瘾 还想再抢可咋办 还是这个码 还是点抢红包 这回你看到右侧的转发按钮 赶紧把这图片 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 告诉他 现在就加入大海战会员 他就能够领到红包 而且呢 你还可以再抽一次奖 俩好嘎一好 乐呵抢红包 转发不招人烦 等于给你发现钱 加入会员 可不是抢红包这么简单 热线会员生活当中 遇到的大事小事闹心事 有事您就为我 说破无读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政策服务 消费维权 有事您说话 身边新闻提供线索 一经采纳 还有礼物 每周热线福利购 9块9买所有 有便宜咱得占 白占谁不占 热线家人红包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没嫂马得别着急 下节调高中奖率 再中奖的就是你 说网传求救用这招 一个手势真报告 快看看专家咋说的 皮筋QQ又弹弹 宝宝玩法挺大胆 啪鸡 便宜 便宜 真便宜 9月28日至10月8日 辽宁2021金秋红木博览会 盛道开幕 一万多件精品红木家具 全部一到三折工程价 惠名直销 红木怪账19块9 花里木方等99 刷发6件讨地质 16000包 花里全物29件精品家具 仅需39000包 支持全程比价 买贵赔超价 一到三折 一战式配齐红木家具 尽在辽宁工业展览馆 活动热线 400-7655-008 作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生意 中国人治病养生 离不开一个补字 病则虚之 虚则补之 如果肺虚弱了 天一遍就咳 动一动就喘 善待肺 从补肺开始 今天气短喘咳 补补肺 干咳 弹年 补补肺 废弃不足 补补肺 花开四季 春夏秋冬 今天善待肺 明天肺也会善待你 补肺丸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老牛可真牛 以前啊 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 打球 也突出 买菜 做饭 带孙子 泱泱突出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哎 书肩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肩建腰丸 书肩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然 员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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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业 专专 专业 对 ç 放解之路 地址中间沈阳 春天正本 家务热线 153 3080 8000 一花和一草 鼻炎又犯了 鼻炎要讲一花一草 什么花 一只黄花 什么草 鹅不食草 被笔牌笔名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 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直喷并造 主治疾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 一花一草 中药物化治鼻炎 被笔牌笔名喷雾剂 开海了 这鞋的血肥呀 不稀吃哈 怎么吃 送了羊鸡肉的喝两瓶老血的 你最无了 看着没 工具不过硬 你糊涂啊 缺牙孤骨 铃牙歪斜跟着调 吃不好饭 体吃不好爱得病呢 你这两年啊 你够呛呛 你不鸭嘴 又不鸭嘴 那我中 对 你得中 沈阳康贝加口腔 全国连锁大品牌 名义中鸭 口味好不遭罪 特惠中好鸭 就到康贝加 特惠能挣便宜 损责 就打这个电话抢月 高端欧美重新体 摆身价 安排 专家组量身定制重视方案 还有拍拍检查等多项福利 真是哪个呀 快点准完姐妹赶紧去 晚了就逃不上了 说童年的光阴总是太匆匆 记得我小时候 天天跟楼下那帮小伙伴们 那家从早玩到晚的 什么打口袋呀 藏猫猫啊 我看你跳皮筋也挺厉害呀 那不得全面发展吗 不过说到皮筋 玩得真正厉害的是 下面这个小宝宝 就他这玩法 反正我是不敢 亲爱的妮妙 飞在江湖吧 想月亮出发 反正别提傻 谁都不说话 让脚步抵达 整天还没了 今天做梦吧 多么痛的美物 呦喝 宝宝玩啥呢 这么开心啊 这不找到了个皮筋 就套在腿上 玩起了皮筋弹自己 弹弹弹 弹皮筋真好玩 再来一下 弹 看开头果然没猜错姐妹儿 第二下 真把自己弹哭了 好奇害死猫 完美诠释了 啥叫无知者无畏呀 当家长的还在那拍呢 倒是拦着点啊 这孩子不懂事 当家长的心里面可得有数啊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身体开玩笑 你说这要不小心弹伤了眼睛 那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 小家伙倒是求救啊 求救 都哭成那样事了 还不算求救吗 我这两天吧 跟网上看到几个视频 说说啊 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做这几个动作 那别人就能知道你在求救 而且吧 还是国际通用的求救方法 停 大伙先别着急学 就这些手势好不好用 还得另说呢 模拟场景一 牢道被劫持 眨眼求救 模拟场景二 地下停车场受胁迫 扣拳求救 模拟场景三 偏偏角落被控制 敲击求救 这些求救方式 真能救人吗 他这个手势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Come on 来 不知道 来听听警察怎么说 对于那个 近期网 网络平台上 传播的就是说 固定的一个 通用的国际求助手势 这个是没有的 是没有这种通用手势的 所以所谓的那个 小圈圈的那种 报警方式 这种情况来 也会误导群众吧 认为你是不是在 恶洲剧开玩笑 如果我们真的是 身处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不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在你的周边 有移动的警务工作站 你可以直接呼救 在没有其他人 可以帮助的情况下 那一定要保持到冷静 不能慌张 然后再伺机寻找 机会寻求报警 哎呦我的妈呀 哎你就这个手势 跟人家比比花花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揍人家呢 我看网上还有说 就这个手势 说是国际通用 报警电话110 那其他国家 报警电话 不是110的 那可咋的 所以说大伙 千万不要被误导了 目前我国公安 从未出台过 这些求救手势 如果真的身处险境 使用这些手势 极有可能让人产生误导 反而错失获救的良机 报警可以打110电话 或者发送求救短信 到12110 来吧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的老铁们 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 这昨天中奖的 那十位老铁 都去领奖没呀 正经不错的 你看十双一盒的 黄花梨筷子呢 足够幸运 足够快乐 来工作人员 咱们今天呢 还是十位幸运会员 就这么敞了 大伙都准备好了吗 预备 走 这小音乐一响 祝各位中奖 咱们看看今天有哪十位朋友 可以领走这个 黄花梨筷子呢 三二一停 恭喜这十位伙伴可以赢得咱们黄花梨的筷子 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发送中奖信息给您 您凭着信息到辽宁工业展览馆二号展厅 找工作人员就可以直接对讲了 没中上咱呢 别着急呀 这眼瞅国庆假期不到了吗 就这么点哈 咱们再来一轮抢红包行不行 你真是飘了 来吧 现场的所有家人们听我口令 打开微信 就这个码 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点左下方抢红包进入活动 点击拼手气抢红包按钮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新会员红包立马到账 不仅可以抢红包 还能占大便宜呢 每周热线福利购 九块九买所有 赶紧扫码 关注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加入热线会员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抢红包咱们顺心气 节目的最后 咱们得跟大伙告个假 从明天开始到10月7号 我们大海热线节目停播 咱们北方频道 编排了非常精彩的国庆节目 好看的 着笑的 都在这八天 敬请关注 时针关系 咱们今天先落到这 10月8号晚上的7点30分 还是北方频道 大海热线陪您接着了